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硬派音樂中的柔情鐵漢 KUN 如果您也喜歡音樂相關的知識分享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及Follow Instagram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KUN一定是硬派樂迷們 不可錯過的DJ之一 同時他也是知名硬派音樂廠牌 Dirtyworks的創辦人 而在台上能量滿滿的差 私底下卻是非常溫柔 且彬彬有理的個性 而突如其來的疫情 更讓KUN 創作出目前最滿意的作品 究竟他的生涯發展故事為何呢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KUN 的本名 KUN BOWER ARTS 1983年出生於比利時 在15歲時開始嘗試製作音樂 他在訪問中說到 雖然童年少了許多玩樂時間 甚至得省吃鹼用存錢購買器材 但這一切的努力都讓我覺得很值得 直到在2002年時 他才正式發表了第一張EP Protect the Innocent 曲風是以Hard House、Hard Dance為主 而這張作品也奠定了他日後的發展 沒有聽過的朋友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在進入Hard Style之前KUN 的風格是以Jump Style為主 簡單為各位科普一下 Jump Style是一個起源於來自比利時的風格 慢慢在歐洲大陸紅了起來 而讓KUN 真正在業界發跡的契機 則是他用畫名 The Artist Also Noon S 所發布的作品 Eating Donut 接著到了2006年時 KUN 成立了自己的廠牌 Dirty Warps 而後的這個廠牌 更成為了許多硬派音樂人的搖籃 而到了2008年時 他發表了第一張專輯 My Dirty Warps KUN 的作品量非常驚人 至今已經發表超過70首單曲 以及7張的專輯喔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1年發表的專輯 The Challenge 這張專輯只花了他30天的時間完成 甚至獲得了2011年 Hard Dance Awards 中的獎項 最佳專輯獎的殊榮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佩服 而專輯中的名曲 The Challenge 應該也是KUN 給予自己的挑戰 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吧 KUN 首次進入DJMAG百大DJ排名 卻獲得了第41名的好成績 到了2012年時 KUN 與同樣來自比利時的兄弟檔 Dimitri Vegas & Life Mike 以及知名的歌手 Leal John 共同合作發表的單曲 Madness 此次合作相當的成功 也因為這首歌 在Steve Elkey的彩排發行 讓KUN 後來也有機會 與Steve Elkey 合作了另外一首歌 Can Stop Let's Wait 而KUN 也曾在訪問中提到 他印象最深的合作 是與Eminem共同創作的單曲 Star Quakers 他在MV的開頭中提到 應該不少人知道我是Eminem的鐵粉 這也是為何我會做這首歌的原因 現在我讓大家可以免費下載 這首歌則是取樣來自 Eminem的知名歌曲 Superman 沒有聽過的朋友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這個節能不同的版本吧 而這邊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藝名KUN 是發想來自於他的本名 而這個名字卻也意外的引起了一些爭議 由於這個發音在某些地區有著不好的意思 類似英文的Nigger 是侮辱黑人的詞彙 當時引發了許多人的反彈之後 他也特別的澄清 當時取這個名字時只是想找一個好記 且跟自己本名相關的名字 先前並不知道這樣的詞有不好的意思 同時也跟無意間被冒犯到的人道歉 而面對疫情KUN曾在MIXMAC ASIA的訪談中說道 過去我花很多時間巡演到處飛來飛去 突然間我得整天待在家 但一段時間以後 我的腦袋開始覺得靈感全湧 浮現了很多旋律 所以這一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好歌 而這段期間所創作的專輯 也是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最好的一張 在2021年時 他發表了疫情後的第一張專輯 Loyalty is Everything 當時他也在訪問中提到 這張專輯的概念與以往有著很大的不同 他說 我並不是只為了想在台上放歌而寫歌 而是真的想寫一首真正的歌 我自己很喜歡有故事的音樂 而這次的專輯也特別注意故事的元素 所以你可以躺在沙巴上盡情的享受 Loyalty is Everything 就讓我們來一起聽聽看 這首與專輯同名的單曲吧 Loyalty is Everything Loyalty is Everything 他在訪問中說道 如果音樂人沒有忠誠 我相信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對他來說 身為DJ並不是要有多高超的技巧 而是你投入多少給觀眾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你對音樂的熱情 在疫情期間 不少音樂人因為失去舞台 而失去了對創作的動力 Koon則用行動證明了他對硬派音樂的熱愛 隨著疫情的趨緩 輝哥相信各大音樂人 也會逐漸釋出他們的新作品 而Koon在新專輯的發布之後 還會有著什麼樣精彩的作品 以及演出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吧 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對於Koon能夠更深的認識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給我們一個like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週四都會發布音樂資訊 DJ知識及編曲知識 如果有什麼想聽的主題 或是影片上的建議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中 by bwd6